继续回来的大中华新闻,我先讨论 中华馆虽然不是传统的 我们住民大館 不过有将近6000位 我们住民是住在館来 中华馆这些乎每一年 都会在中华馆立体育中基板 我们住民做的念学奉念祭 这会在10月18日 邀请乡亲再会来参加 我们住民用烈情的舞蹈 来轻一风修 除了我们住民的传统歌舞以外 我们住民逢年祭一定会来平常理事 最出名的烤山地当然最受欢迎 今年我们住民逢年祭由各种程度 造成联合主席团队 透过境地、境地、境祖霖 让祖神对主席文化 是来为何、团圣和宣庸 现在我要用我们联合主席的身份 我要祈求我们所有的一些 上天定定的照顾者 我们祖先给我们最大的力量 管理局公辉彼表示 中华馆目前的我们住民人数 有5998人 我们住民文化节 就是要来典行各种的地下 当时主席我们住民的向心力 那我们也期待是透过这样的活动 第一个能够让我们的所有 原住民族的伙伴们 都能够有一个联影的 互动的一个机会 第二个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把我们传的文化 能够绵延不绝地传承下去 管理局民政策基础 18何礼拜日 在管理体育中既承的 我们住民文化节 让政策的我们住民团统舞蹈表演 更有出港的教官主民美食 可以平衡 大传新闻中西朗中华 蔡凤博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